书籍和财色 对手是学生的缘故 书籍用十架废去马阳的陋习 是始于北京的新潮社 北新书局的 后来上海也多仿行 改内时改革潮流正盛 以为买卖两方面都是志在改进的人 正不必先定虚架再打折扣 玩些互相欺骗的把戏 送给将麻雀牌送 然而将麻雀牌送给 然而将麻雀牌送给世界且以此 然而将麻雀牌送给世界且以此自豪的人民 对于这样简洁了当 没有意外之力的办法 是终于耐不下去的 于是老病出现了 先是小事奇迹 送画片 继而大折扣 自九折以至对折 但自然又不是旧法 因为总有一个定期和原因 或者因为学校开学 或者因为本店开张一年半的纪念之类 花色一点的还有纵丝袜 请吃冰淇淋 花色一点的还有纵丝袜 请吃冰淇淋 附送一支锦盒 每堂十件宝贝 价值不资 更加见得切实 然而却是惊人的 使定一年报 或买几本书 便又得到 劝学奖金一百元 或留学经费两千元的希望 羊场上的轮盘赌 付给赢家的钱 最多也不过 每一元付三十六元 羊场上的轮盘赌 付给赢家的钱 最多也不过 每一元付了三十六元 真不如买书 那希望之大 远甚远甚 我们的古人有言 书中自有黄金物 现在 见在 现在 见在实现了 但后一 但后一句 书中自有言如欲呢 日报所附送的画报上 日报所附送的画报上 不知为了什么缘故 而登在的 什么女校高材生 和什么女士 在树下读书的照相之类 且作别论 则买书一元 赠送裸体画片的勾当 是应该据为 带着言如欲气味的 一例的了 在医学上 富人科虽然设有专科 但在文艺上 女作家分为一类 却未免滥用了体质的差别 令人觉得有些特别的 但最露骨的是张静生博士所开的美帝书店 曾经对面呆战着两个年轻脸白的女店员 给买主可以问她 第三种水出了没有 一举两得 有欲有书 可惜美帝书店竟遭禁止 张博士也改弦一辙 去意 鲁骚忏悔路 此道 随 此道 随中 此道 随有终衰之谈了 书籍的销路如果再消沉下去 我想最好是用女店员卖女作家的作品及照片 仍然抽彩 给买主又有得到 选学留学的款子的希望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0年2月1日 萌芽月刊